張校佳樂 何帥 各位同學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三十二號來自韓國的李章校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 我為什麼要學中文 我為什麼要學中文 從我開始學中文一路走到現在已經七個多月了 這七個月來 我的中文突飛猛進 現在的我可以用中文站在這講台上演講 在日常生活當中可以用中文教新朋友 而且還能做一切簡單的翻譯工作 對我來說 我說中文讓我看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如果你在五六個月前問我 你為什麼要學中文 我會很簡單的中文回答你說 我喜歡學中文 我喜歡台灣 或是我覺得學中文很有意思 不會剛到台灣的時候 什麼都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很新奇 誒 說到新奇 我想起了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下大雨 我 有一天下大雨 我想去看一場在大學 藝文中心裡辦的一個歌唱活動 那時候有一個室友也想去看 所以她打電話來 說 喂 你知道今天各場比賽在哪裡嗎 我想去看 所以我回答她說 那個各場比賽場地叫什麼 藝文中心 我在門口等你 好不好 她說 好 等了三十分鐘 她又打電話來問我說 欸 你到底在哪裡 我在語言中心等了很久欸 天啊 天啊 她把我說的 藝文中心 聽成語言中心 結果她的衣服都淋濕 她也非常生氣了 經過這次的教訓 所以我才開始了解中文發音的重要性 但其實我剛開始學習中文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目標 而且我學了一陣子的中文以後 就慢慢 因為沒有新鮮感 而對中文喪失了學習的熱情 嗯 學習中文的熱情 我喪失了 所以我 因為這樣 我對其他外國朋友 為什麼來台灣學中文 產生了興趣 讓人出乎意料的是 他們的理由 居然都很具體 有的人說 呃 因為我對中國的文字 有興趣 所以來台灣學中文 剛剛演講的那個馬山 跟他一樣 有的人說 呃 我覺得 做學習一種語言 能讓我更有競爭力 雖然 他們各有各的想法 但是 他們有一個公通點 那就是 他們 熱愛中文 他們的答案 果然重新 找回了我學習中文的熱情 我開始改變 學習中文的態度 變成一個喜歡看 國語日報的 而且只要有機會 就在公車上 餐廳裡 學校 聽台灣人說話 跟他們講話 跟他們聊天 最近 最近 我對中國的古詩 產生了興趣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首詩 很熟的一個詩 我特別喜歡這首詩 因為這首詩的情況 跟現在我的情況很像 現在我很享受上中文課的時間 也很努力積極地學習 如果你現在問我 你為什麼要學中文 我會回答 因為我想欣賞中文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